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最近台中关有一帅生理的人 在他们家里发生一个很利奇的事 事情发生是自重的理解理老前身的贵心后 他们家里就一直有有一种草味 这种草味有淡薄像东西败去 也有丹波全像丝尿醋 但是他们整个口的人 不管怎么有蒸 怎么有变少 都没法来蒸着这草味来玩 所以说这个怪味 一直都没法来消滴 怎么会这么奇怪 一般我们家里 如果是有草味 都是本色人没拼 不然就是对这个厨房 里面有丝尿醋 所传来的草味 哪有可能说 找不出这个草味来玩 里面有什么样的厨房 这个里面 他们是住一种古早式的 人家的价心火灵 那种的四合院 这种就是古早式的厨 除了路边那边 没去厨以外 另外三个厨房 都做三间念做亭 中间就是大厨 这厨房 住在生理的他们一家口的人 当边边那里有两间 是住老婆老母 和住家住宿 那南边向路这边是大厨 是小孩的厨生 他们老婆没有房间 和住宿 所以那边边是 照片跟村库庄 另外在村库庄的后边 又再有一间便宿 这种古早式的厨房 在村库是很普遍 那草味和厨 还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你把他们住在这里 已经站了二十几年了 过去没有去品牌这种草味 一直到这九年年 你老先生 过去 拌完就松出了后 忽然跟这个厨 就不惜团出这种草味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是抓住 是说让厨房有死鳥处 结果整厨房和环头头 终于没发现就是什么 既然草味不是 对这个厨房间所团出来 不一定是 旁边的村库里面有死鳥处啊 本来大厨生 我哪有想到 但是村库和清清拼拼 并没发现到 草味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说大家都感觉 非常奇怪 阿姨 这样就真正有奇怪了 今天有去顺这个草架子 这是说 白芽方向所吹咧的草味啊 不只是只说 草架子有去清 连附近的康地 草包都拼得很清 不过经过几天 就开始有草味了 怎么会这么奇怪啊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是二级的故事 现在你和全家每天 都是生活在这种草味的中间 实在是有狗人的痛苦 对啦 你说他们家是注重 他们老婆来过身之后 再来发现有这种的 奇怪的现象有这个草味 那这种事情跟老婆过身有关系 他们理解的人 一样都在讨论到这个草味来玩 他们老婆 我怎么有想到 但是大后身跟小后身 并没有相信说 这跟 他们老婆过身有关系 因为 年轻人都比较痛苦 这种事情啊 年轻人的 比较经验 还没有去渡过 都比较痛苦啦 但是 他们应该做的都会做啊 那又是找不完 他们 这样不是很奇怪 不一定真正是说 跟他们老婆过身有关系 找地理所来参考 会有要紧啊 最后就是说 他们老婆坚持 只要找一个地理所来 看他们家 结果这个地理所说 是他们家的地理风水影响到 必须要做到 当兵的房子听到 另外在北边 客楼边那边 又再去两路 又再去两间房子来 不过 这种企划 不是会去董的问题啊 这样处理 不是很麻烦啊 因为这样 你老太太 总要让他们儿子 这样黏着 就他们儿子 常常在怪老婆 上街头买身 过半 就像在地理所去的 桥切 学习被搭就对了 我也不可以说 这个如果说 不够到乡 没有我们灵灼高明啊 是啦 你老太太 到买的都会去 拜托一个圣名来 但是他这些事情都黑暗 不敢让他儿子知道 这圣名先呢 他怎么说 这个圣名先呢 说 因为他老婆 不敢离开这间房子 所以靈魂熊熊的檔子看一看 因為這個靈魂是熟陰 若是回來說會帶一些拍蜜道頂來 所以他們家這個一日到晚 都總有草味 噴到這個草味就像鳥醋 死去的草味就對了 誒 這種說法比到比較合理 聖廟生的跟他們怎麼做 這個聖廟生的 除了外父從這間家 要靈靈的以外 因為有個月四五天符 在家裡的酒位把它搭掉 之後還要讓他們老母太害怕 還要派一個保身符給他們老母 這個聖廟生的用料又很幸福 是說這樣不知道有效嗎 說有效是有效 但是三天過後炒味又再出現 怎麼會這樣 我看這件事可能沒那麼簡單 可能就要請一個法式比較高強的 或是說道行比較親密的人來 才有辦法來解割這個問題 後來他們也是有在請很多人來看 但是不是都不對 不然就效果只能等一兩三天 都沒辦法把草味完全消滅 實在有夠奇怪啊 問題一定都不能來解割 帶給大家實在是有很煩 到後來理解的人 可惡結局決定要搬家 例如說 就在在搬家的經營一晚 他有一晚 對他們的小喊好生 搬家可能要去搬家 就要去搬家 那鄉鄉聽到當兵 有人在開問的聲音 他在想說可能是他們老母去搬家的 還是說他們兄哥 兄嫂 他們兄哥 兄嫂跟他們老母就搬家 他有這個堂子 總要看在外面外出 原來是他們老母起來 他覺得很奇怪 老母三個半個不睡八個去做什麼 這個時候他們小喊好生 只是好奇心的苦恕 他騎點在搬家裡在他看 這時候他看到他們老母 走對著搬家 他們老生越覺得奇怪 老母半個不睡 走對搬家要做什麼 剛才你說他們小喊好生 阿嬤麵起床 看到他們老母走對手後去 這好是怎樣 現在說他們小喊好生 心來覺得很奇怪 像這樣偷偷對他們老母的後面面去 他怕說他們老母會發生了危險 一方面當然有得太好奇了 結果他跟著著著著 妹妹才發現 他們老母竟然是走到後面山的孟阿婆 孟阿婆 要走四人 我怎麼會走那孟阿婆 他們小喊心來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他不敢出聲 他在後面看著老母是在逼什麼 這個時候 原來他這裡看到老母是拔命起了那些黑人的夢 這時候他看到他老母原來是在吃人的死人肉 他老母在這時候看著一個冰箭 拱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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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 他老母這樣站在門口所在等他老母回來 經過一大孟阿 他們老母倒回來 風一個催來 沉沉的臭拱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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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 拱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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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不睡了,伯母去做衣服,站在那裡做衣服 那年你老太太好像不知道他剛才發生的事 這樣喔?你的意思是說 他們老母完全都不知道剛才發生的事 連他剛才所做的事都不知道嗎? 對,這種人說做夢幼症 夢幼症 他先說你太太就是犯中的夢幼症 這種夢幼症的別人 當時晚上他會爬去做事 他做什麼事,自己都不知道 喔,這樣說起來 他們家裡以前的草莓 不就是他們老婆伯母 夢幼的時候 都去找的夢幼寶 跟黑人的夢幼寶吃死人肉 那個死體的死草就對了 死草是世間最多草的東西 所以真正情,到底是不是這樣 因為沒有人親眼看見到 到現在都沒辦法去了解 但是自從他們老婆來看過醫生 吃藥之後 就自從這次讓他們洗頭洗來看見到 帶他們去醫生看見到 這個家裡的草莓就不會再出現了 是說他們老婆怎麼去抵折這種病 而且是在他們老公死後再來發生的 那你不是說 馬上受驚之後 為父子有好兩三天 這是怎麼說 這種情形連醫生都沒辦法解釋 不過有一個聖名在說 他說這種情形就是他們老母 因為過頭數量就死去的老公 所以在他的下醫生裡面 想要找到他們老公回來 結果他會去抵折這種的夢遊證 他會在夢遊的中間 把他去抵折黑死人的肉來吃就對了 當作這是他們老婆給他抵折 這種情形 這個受驚聽說是多少改善 但是不能混在 有那要剋藥了 所以說現代這個醫學雖然很進步 但是也是有一些事情 沒辦法幫我來解釋 小牛說 抵到人抵到心 若是說不幸 他會有這種奇怪的事情 我們應該是要看醫生 和這個聖名的 到底來 不能說太天氣 也不能說太悲心